我想大概我们都从他这里听到的东西 知道了一些Pro-Am的概念 我们继续讲 Pro-Am他刚刚的讲话里面特别说到 必须拥有知识 拥有知识你就可以发展概念 我们刚刚说概念永远是从模糊到清楚 所以因为你拥有知识 所以你才能够把一个模糊的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清楚的 一个可以做出东西来的一个想法 你拥有热情 所以你才能够接受风险 因为在模糊的时候风险永远是最高的 那风险很高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热情 你就不会去接受那个风险 你必须拥有工具 所以你才能够制造出成果 像刚刚MIT的那位博士班的学生 他不只是拥有知识 他拥有学校提供给他的那么丰富的工具 他半夜醒来想到说 我应该用这个方法 他可以跑到工具室 直接就去做 而不是说我没有钥匙进不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你必须拥有工具 你才能够制造成果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没有组织 他才不会去计较报酬 当一个组织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组织的时候 他永远都在计较谁赚的比较多 我必须要给谁比较多的报酬 所以这些计较报酬的一个原因呢 就让所有的风险他就不会被接受 所以Pro M要成功的关键是这四个 拥有知识 拥有热情 拥有工具 没有组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如果各位同学在准备从学校出去 到社会上去的时候 你还是在想二十世纪的方法 你还是在想说 现在我想进去的是哪一个大公司 你可能是走入一个旧设计 而不是走向一个新设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方向 我用这张照片想跟大家分享 大公司就很像是这样子一个大石头 小的个人这种散的 就像这些左边的这些小石子 我们都非常重视一个巨大的石头 你在报纸上媒体上面 你大概看到的都是对大公司的报道 你很少很少去看到对小石头的报道 所以小石头的存在在整个海滩上面 它是比这个大石头多得多 大石头在这么大的石头 在世界上找也没有几块 可是大家都很重视没有几块的大石头 可是忽略了到处都在的小石头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场演讲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用这两张照片来讲是说 我们重视大石头忽略小石头 这个有什么坏处好处需要我们知道的呢 这张照片告诉我们 我们通常都是仰望巨石的力量 但是我们走在这个小石头上的时候 我们却忘记了不起眼的小石头 也藏满了机会 这个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通常我们是不会去注意的 那我自己的名片上面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所以我印在上面 那句话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写说在海滩上捡食不起眼的贝壳 因为只有创意就是在海山上面 看到那个不起眼的贝壳 你知道这个贝壳 有一天它会发亮 那个才是重要 而不是创意师去看到一个说 哇这个石头好大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看到那个很大的石头 你看到一点都不稀奇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攀爬那个巨石 就好像在大公司里面 想要一直一直一直升上去 到最后到这边变成董事长总经理 可是呢我们去践踏小的石头 这些石头在我们眼里面看起来 它不叫石头 这个才叫石头 这个不叫石头 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石头 照他刚刚的说法叫做close system 他把自己保护得很厉害 确实也是 其实所有这些小石头 哪一个不是从这个大石头分解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open system 他说这个会往这边靠 这个会往这边靠 在这中间的位置 有很多值得我们想象的新的组织形态会发生 那这是什么 在这里是什么 我们如果真正要有创意 我们就需要炸开锯石 锯石炸成小石 创意才有机会 创意的来源来自合作跟互动 因为那一块大石头 它是没有办法合作跟互动 刚刚我们问 这位同学答得很好 他基本上有一个致命伤 就是他不敢 当他变成大石头 他很怕变成小石头 他很怕被炸开 所以他不敢 但是你不敢 你就不能合作跟互动 你必须要合作跟互动 才会有创意 所以这种合作跟互动 必须要把大石头炸开 当然如果这个小石头 他不懂得合作跟互动 他只是一个小石头 孤独的仰望繁星点点 他也不会产生创意 就是你说我是天才 我看着星星 我要准备创造出什么东西 那个没有用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周遭同财忌忌 就是你的周遭全是石头 那些石头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创意的泉水 你把它集中起来 它就是创意的泉源 这个才是真正未来的创意模式 未来的创意模式绝对不是单人的 天才型的作业 不可能做到 所以分享知识 鼓舞热情 交换工具 解构组织 它基本上就是小石头该做的事情 分享知识 鼓舞热情 交换工具 解构组织 这就是炸开石头 刚刚他在最后的时候 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user generated 就是从user做出来的 那user做出来的是什么呢 user就变成producer 就是说我是一个user 可是事实上也是我做出来的 那么我相信 在未来几年之内 各位买到的鞋子 很可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而不是鞋垫放在那里 设计各种各样让你选 为什么我这样说 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 慢慢看到这个样子 但是未来 它会非常明确的 就是变成是一个business model 你现在买的鞋子 不管是nike还是谁 你想想看 它为了要卖给你 为了要摆在每一个店里面 让每一个人都觉得 店里面的这个产品很丰富 他要一双鞋子 他要做多少双 他才能够摆所有的地方 摆得满 然后你难道都没有想到 他那些鞋子有很多卖不出去吗 那些卖不出去的鞋子 到哪里去 到仓库去对不对 到仓库去 然后到哪里去 不是便宜卖掉 就是把它毁掉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 请你自己做你的鞋子呢 你自己做你的鞋子 你一定买去 他做一双他就卖一双 只是现在他没有提供这个方法 他没有告诉你说 我让你设计你自己的鞋子 然后我有一个东西 就像是我们的vending machine一样 你自己把你的颜色 什么东西挑一挑过 咕啕啕啕啕啕 掉出一双鞋子 可不可能呢 当然可能 现在pizza已经可能了 为什么这个不可能 所以他就要变成是一个 这样子的 以后你所要用的东西 其实是你设计的 你只不过是拿着 很多很多的零件 你自己去把它组起来 中间有一些 你不懂的地方 后面有一个黑箱子 帮你处理 你不懂的那一块 但是你care的东西 比如说鞋带应该怎样 鞋头子应该撬多少 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呢 那个由你自己决定 所以producer 事实上就是user 只有producer是user的时候 这个创意才是无穷 他才不必每一天绞尽脑筋 要想说 我要想 这一季我要开发出来 二十个新样子 以便让大家去挑 这个全世界有六十亿人 你用二十个新样子 有什么用 所以就要用大量的广告 去讲说 哇这个好这个好 那些钱 是需要花的吗 不需要 你本来就知道你要什么 所以 这个是一个未来重要的概念 就是在整个production上面 user就是producer 你在使用的这个消费者 事实上就是designer 所以设计是由消费者设计 制造是由使用者制造 这个才是未来你的概念 当然如果我们稍微在这里静下心来想一想说 那建筑怎么办 建筑怎么办 你说那建筑 建筑是不是站在街上问人家说 那请问你现在需要一个什么房子我盖给你吗 大概不是这样 但是大概也不是像你这样讲说 现在我有一栋房子要盖 我委托给你 开始从头开始画图 一定不会是那样子 我做了三十几年的这一类的工作 我知道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的流程 那些流程一定会被改掉 以前改不掉的原因 它有一些是工具不对 有一些是材料不对 有一些很多的东西是整个组织系统现在不对 但是这些东西都在这几年中间 看得出来已经不断的在结构掉 所以这个结构的东西就会变成 请各位记住 不管你现在是真的懂了还是没有懂 你就把它当成是文师修 这个know think practice里面 你先know这件事情说它一定会发生 users会变成producers consumers会变成designers 也就是designer就是consumer做的 producer就是user做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大大的颠覆了 以前我们在整个专业跟业余的概念 所以业余跟专业专业跟业余 这中间有一条线 现在已经越来越搞不清楚谁是谁 所以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 请教我们的同学 这样子的创意方式版权怎么办 你帮我叫他 你 对对对 我们现在不是都有版权吗 那既然是大家一起做的 那这双鞋子版权算谁的 我刚刚说如果我可以在这里选 说我要这个鞋带这个什么 这个鞋子的形状弄好以后 它里面有个小机器 鞋子就哐 里面加热 黏着什么 丢出来一双鞋子 那版权是你的还是Nike的 很难分的 所以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讲一句话 版权原来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他刚刚里头有一句话很重要 我不晓得各位听到没有 他说版权原来的意思是要鼓励创作的人说 你创作了这个所以我给你版权 所以你有权利所以很多人会去创作 同时因为有版权 所以他会公布给全世界知道 所以让全世界知识增加的速度比较快 流通的比较快 版权的用意是这个 可是你有没有听到他刚刚说 版权现在被abuse 版权现在变成是大公司的武器 大公司里面雇了好几百个律师 专门来告人的 就是说我申请了一大堆版权 然后我就去看说谁谁谁 侵害了我申请到专利的东西 然后我就专门去告告告 我告的目的不一定要告赢 但是可以让你卖下来我就赢了 所以那个就变成他已经开始把 原来版权的鼓励创作的人 让你受到说这是我发明的 以及让全世界的人都去知道说 现在有这样的新东西 现在有这样的东西 把知识变成是一个流通快速的东西 变成被大公司去掌握住说 我专门拿来变成障碍 所以大公司现在把专利 把版权拿来做障碍 所以当未来这些东西都 都是producer就是consumer的时候 他的版权是不是就出问题 所以一定乱七八糟对不对 这个当然各位现在一定没有答案 因为包括我也没有答案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思考它是什么呢 非常注重说版权你一定不能侵害的 从原来的这个善意的对于一个创作者的保护 现在已经变成是大企业的武器了 所以这个是copyright 那么有一个思潮 就是说那它是right 我们是left 就是那我们是copyleft 意思是说那是什么呢 就是creative commons 那这个意思是说我的版权 我创作的还是我的 我说这是我的 那你也尊重那是我的 但是我给你拿去用 那个就是这个CC 现在很多人已经在用 包括我们那个wikipedia也是CC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推广这件事情 各位有没有想过 200年前的地主 他用什么方法控制电脑 就是你没有土地的版权 对不对 你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你在耕作 可是你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因为土地都是我的 所以当所有的版权都变成大企业的时候 所有的创作的人是不是变成知识的电脑 你那时候种的是土地 你现在种的是知识 所以如果你不在这里把它变成 这个是叫做creative commons 而一路在强调版权 到最后版权一定集中在非常少数的大企业的手上 那这个你就变成知识的电脑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的一个你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